今年迈入第五年的台东生活美学馆 花东多元音乐福祉计划 花莲地区是由花莲县客家爱乐协会来承办 音乐创作工作坊的学员 在经过了三个月的训练之后 一共发表了六首自创的音乐歌曲 在吉安乡的花莲县客家文化会馆 特别举办了一场成果展 学员们用家乡为主题 唱出了新世代的对花莲的认同 109年花莲县音乐创作工作坊 及歌谣传唱联合成果展 音乐创作工作坊学院从7月份开始 在徐世慧老师指导下 一共发表了六首自创音乐歌曲 而歌谣传唱班包含了原住民泰鲁阁族 新住民 闽南 客家等班别 舞台上精彩的演出令人惊艳 台东生活美食馆馆长李奇崇表示 发动音乐相当丰富连续五年举办 就是希望让音乐围绕在生活当中 进而从音乐来认识文化 各位可以看到 差不多是有创作的歌谣传唱 我想这三年花莲做的是风生水起 非常的热烈 然后看这个规模 应该是金曲很神奇的 我想在这边代表国安里面 代表文化部 谢谢所有参与的工作同仁 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学员 还有所有支持的朋友 我想音乐来自于生活 多元就是美丽 各位我想在歌曲里面 都体会到文化的美好 那各位如果说 我事实上看到他讲说 我们不知道办法怎么发展 音乐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能够从小小的计划 培养大家喜好音乐 欣赏音乐 然后因为所有的文化 彼此交流 彼此学习 花东多元音乐福祉计划 花莲地区是由花莲 客家爱乐协会来承办 在理事长赖胜品的规划下 报名参加学员逐年增多 而发表会一年比一年盛大 今年还特别规划金曲奖唱会 由知名创作歌手包括了 徐哲伟 王洪恩 徐世慧 阮克勇 谢雨薇 浩恩 来分享音乐创作故事 场场爆满 也让学员们各个收获满满 据刘明顺 华莲市报道